思想的阶梯 世上恋 安利问答 六十 原本一直懂得恐惧来源于无知 也懂得靠提高认知去解决恐惧 但现在好恐惧 觉得与整个外部世界都不协调 融洽 心烦意乱 仔细想想 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提高认知 以解决与外部环境不融洽的问题 细语答 恐惧的产生确实是因对无偿混沌的一种抵触 而知见的累积让自我感觉上 好像可以更多地把控所谓未来的趋势 知见是没有边界与尽头的 因为底层参数在不断地随机变化着 这一变化让有序与无序间的伤 可以生生不息 纷繁灿烂 求知的过程是从混沌的合一中 强行划分出是非左右 分块切割 定性领悟 随后形成所是所不是的是非认知 而在最终通透时回首反观才会发现 知见的底色其实似是而非 一切都是不可说 不可说 不可说不是不能说 而是一说就错 说是也错 说不是也错 恐惧源于自我意识的三种基本原理之一 它有效地在驱动生命 延展生命和保护生命 所以恐惧本身并不是需要摒弃的东西 就好像痛觉一样 没有谁喜欢疼痛的感觉 但失去疼痛的感觉后 会让人不知进退有度 恐惧也有一个度 不能没有 也不能只专注于它 不知畏惧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妄人 而过于专注恐惧又会成为一个废人 其实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专注的并不是恐惧 恐惧只不过是最容易被注意到的情绪表现 我们关注的其实是自身利益的得失 其中最大的得失莫过于小我角色载具的生死 与其他被自己定义为我的的离散 最小的得失可以是一时的挫败 喜得恐失是常态 聚少离多也是常态 承住坏空是道理 抓住了就不放是人情 其实世人都有一颗皮修的心 这里可以看出 自我意识在意的焦点 决定了自己对哪些得失敏感 恐惧的内核是源于得失心 而定义得失的是自己的在意 那什么是在意呢 就是自我当下意识所偏重的重心 那些被自己紧抓着认为是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吗 层层剖析下来 你会发现想有效地控制自我恐惧感 做到适度 就需要对自己所当真 所在意的各个面向 有觉知地松懈一些 因为在人生的这场戏剧中 没有什么是会真的得失的 生死不过是台前幕后角色的轮替 吃愿也仅是剧本里的爱恨情仇 名声 地位 事业 金钱 父母 爱人 孩子 甚至自己 各自有其高我早已安排好的生命蓝图 体验着不同抉择后的涟漪感悟 一切都自有其巧妙 哪怕体验着这恐惧也是一种领悟和经历 对抗它 畏惧它 归顺它 摆脱它 与它同行都是一种可能性的显化与常识 都能带来不同意识面向上的经验 都是有意义的经验累积 其实没有什么经历是可以被定义成不好的 只是自己挣扎得累了 认了苦食当家 把累积经验的法喜变了滋味 这就是一念天堂地狱的由来 百年后回头看是 一切的在意都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 也仅此而已 一声叹息后 只留下嘴角自嘲的唏嘘 犹如梦醒后 回忆其中种种的离奇 欺然一笑 看着苍穹 又是一次新的轮转 你说你觉得与整个外部世界都不协调 融洽 心烦意乱 仔细想想 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提高认知 与解决与外部环境不融洽的问题 这里体现出了 在自我认知的感受层面上 出现了很强烈的隔阂感 这是固有成见构筑的是非 犹如可窍让成长中的自己被束缚 这旧有的可窍让你失去了和万物交融的通透 可窍是自我的保护 也是自我的束缚 其内有了个我 而固守与捍卫这个我的时候 就会产生攻击性 而抗争中胜负参半 也就导致得失的平衡 得失间把自我和非我 视为对立的两面 坚守所试试 其他的都变成了不是 在这一阵之阶段上 不应是当下的迷茫为一种错误 它本就是成长阶梯上的必然 我们都是从全然无知的迷惑 走入确定性的肢鉴 然后再从所是步入所非 在是非间摇摆 犹如晃有中的天平 称量着自己当下的金粮 你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更高的意识领域 处于阶梯前的过渡区里 这个区域很荒凉 荒凉的让人恐慌 犹如跳跃时 你已经双脚离地 腾空而起 在落入更高意识频率前 总感觉无依无靠的不踏实 你能感觉到自己处于不协调的状态 就已经很好了 因为多数人是不协调的 而无力自知 你说不知道如何提高认知 以解决当下的问题 可是你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代表你是在思考品味寻求着的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也知道如何有针对性的寻找答案 甚至知道要去问谁 这样精准的知见 怎么能说不知呢 只是你习惯了清晰的明确的 有条理的固有逻辑 在你进入更高的多维意识形态场域后 多元多维地分杂 看似混乱地似是而非 非线性存在的实相 让你的意识系统 一时还不能适应 这不适感不用去抵触它 去直面并品味熟悉它就好 当眼花缭乱的缤纷 相互抵触的和谐 可以被感知成不同位面上 彼此交织共存的真理事 你会慢慢地适应你眼前的世界 不再是由一层实相构建的 那时你也就成为了高维 高频意识的一部分 不会再感到自己是个迷茫的异类了 感谢观看